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法大学 我是国立评论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黄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分享的新法主题是 你要当鸭子还是要当牛 那这是个人在这么多年从事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来谈起 好 那很有趣的这个俗话说 我们说是赶鸭子跟牵牛 那我们不会说赶牛啦牵鸭子 其实我们常说的就是赶鸭子跟牵牛 那赶鸭子和牵牛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赶鸭子的人其实是走在鸭子的后面 那鸭子走偏了 哪个竹竿的小竹片 就是赶鸭子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那牵牛的人呢 那其实真的就是走在前面 那牵着牛 一步一步走 那如果说我们来讲 担任指导教授的角色 我就简单的来说 这几年的体会 就有两种情形 指导教授可能是 当赶鸭子的人 那也有可能是 当牵牛的人 好那从这样的角色来说呢 那研究生就会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鸭子类型 第二种是牛的类型 那这里要先生一下 并没有贬义研究生的意思 那这是拿鸭子跟牛 来作为我指导研究生的经验的比喻 好 那 那鸭子有什么特征呢 如果说他是鸭子的话呢 那我们 给了一些建议 那他就会修正方向的鸭子 那我们知道 指导教授的英文就是advisor 那直译来说 就是 给建议的人 advisor就是给建议的人 所以当我们给了建议 就好像鸭子一样 如果他会修正方向的话 那这个鸭子是不错的 那当然也有不听使唤的鸭子 给了建议好像他没有按照 预期的方式走 那其实 这也不见得不好 不听使唤的鸭子说不定他是很有创意的鸭子 那说不定他也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不过要注意的是走到 不对的方向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有适时的要修正方向 那所以如果研究生是鸭子类型的话 直到教授就好像是在后面赶鸭子的人 给一个好的 适当的建议 那鸭子要期待他会自己 修正方向 那第二种类型 如果是牛呢 一种是 牵得动的牛 你给了建议之后 这个牛 就 就开始走了 也就是他能够按部就搬 扎扎实实的 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那有一种情形 这个 研究生不牵就不走 不不不不 叮了就不走的牛 确实 也有这种情形 那当然这时候就要给一些 动机 的激励 让他能够牵的就走 那更惨的状况 可能也有这种牵不动的牛 那这种牵不动的牛 这是大概是一般指导教授 最不乐意见到的情形 那很期待牛 还是 要走 那总不能 做研究是让指导教授在做研究吧 所以我们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的标题讲的 你是要当鸭子 还是要当牛 那鸭子 是走在前面的 那你要自己能够修正方向 能够思考一下指导教授给的建议 能够自我修正 那当牛的话呢 那其实 你能够依照指导教授的建议 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 扎扎实实的前进 那其实也是会达到目标的 那当然 不要有 变成那句俗语啦 什么鼓啊 扎到北京也是鼓 那千万不要当这种牛 那扎得动 那这个就是一个也是 扎扎实实的 牛的藤本子 好 那最后如果以指导教授的角色来说 那其实也要想一下 如何当一位 赶丫子的人 如何当一位 能够很称职的牵牛的人 那其实 这个指导教授跟瑜伽生 那也可以探用到职场上 如果你是一个主管 你有你的属下 那你会希望你的属下是 什么样子的类型 那其实有人说啦 如果你期待你的属下是鸭子 那他就会是鸭子 如果你期待你的属下是牛 他真的就是牛 那你就要看不同的类型来 给予不同的指导的方式 那其实 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来说呢 其实无外乌 还是要有耐心 要有教学的热忱 那你才能够带领研究生 走上正确的道路 好 这个单元的心法主题是 你要当鸭子 还是要当牛 不管是 对学生的角度 还是指导教授的角度 都值得我们相互的深思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以上个人看法 请多指教